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里面有位置的 好 我们现在是在烤这个东西吗 是的 是的 我们的后面 这些你具体是指哪一样 这个韭菜 韭菜吃的人多吗 韭菜是 这是什么东西 这些是压肾 就是压的内脏 很多人都喜欢吃内脏吗 对 你应该也知道 我们中国也有点喜欢吃那个收拾菜的 就是说天上好 天上飞的地上好的都是 那倒也是 内脏的话是 有位喜欢 哦 我是不太习惯吃这些东西 我知道 你们这边卖的最好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卖的最好的是的话 就是生蚝了 你知道上次当卖 放那整家 但是我们这生蚝是比较畅销的 哦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些就是顾客点了 然后我们要及时给它 噢 烘烘给他们 哦 对 你这下面是用什么烤的 上面呢 就是说放那个 环保炭 环保炭 对 是的 那会不会有 是不是这种炭要安全一点 对 对 是的 这种环保炭就是说更健康 那这些东西上面会不会除一些辣的材料啊 就是说 就是说 客人喜欢那个要辣去放辣 哦 要辣去放辣 对对 是根据他们的口味 有的顾客就喜欢麻辣或者辣都有 那你们是广路人吗 哦 是跟广东交界也是算半个广东人吧 一般来这边吃你们烧烤的人是广东人多还是外地人 哦 都有 因为说广东这个珠三角地方都是外来人口居多嘛 所以说部分都是来自五四海 哦 对 那像他们 呃 外的人跟广东人过来吃这个的时候他们 有没有口味的区别 哦 有一点 如果说是两广地区 两广地区 你也知道是广东广泄就是两广地区 呃 就是说两广地区的人就比较喜欢偏甜饮食方面 对 广东人喜欢吃甜的 那外地的呢 外地的话 比如说湖南四川一带的话 四川他们毕竟是少不了麻辣 然后湖南一带也是说辣 辣为主 对 是的 所以你们也是争取 特别的 会争取他的意见 就像你 呃 如果说跟我们做一个什么 会问一下姑姑 你的喜好是什么 要斜一点还是辣一点 对 都会争取他们的意见 对对对 那你们每天生意好吗 呃 还可以 还可以 对 因为说做的东西比较奇全一点 不用到处跑嘛 嗯 姐姐 姐姐 姐姐哪天你们采访有空的 也可以尝一下口味 好啊 好啊 我亲自给你哼调的 好 那我真的是很想 对对 因为昨天也有几个外国友人 过来这边是菲律兵的友人 对对对 现在也有很多外国人到你这边来吃吗 对 是的 昨天那个外国友人我比较感叹的是 他不仅熟悉中文 我以为他是英文的 哦 然后他中文说的比较顺溜 最后还给我使用了一个微信叉 嘿 还用个微信支付 哦 那外国人还会用微信 对对对 是我比较说 现在真的是地球村的 地球都是一个村的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希望你能够 给我们交流 对对对对 交流一下 让我们的学生也能学到一些地道的汉语 对吧 对 那看来你们这也属于是国际餐了 对 国际餐说不上 可能就外国有些比较少点吧 在进 好几个了 昨天完蛋就干了一个 那还挺好吃 我看你们这人还挺多的 来来玩玩 一直都有顾客 对 就是说做的都是说回头课比较多一点 哦回头课 是的 顾客的应可 然后或者说你的服务态度啊 质量的话 嗯 还可以的话 他就这样子了 哦 你考的好 好鲜熟啊 你的手好快啊 天天满这个是说熟能生巧嘛 中国那个成语也知道 对 你做了多久 嗯 两三年吧 你自己做还是跟你一家人都在这做 刚开始的时候是说我我自己做些嘛 然后是家人之前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就说在我的带动之下吧 大家都说哎 这个 说的好 这个稍微好玩一点就是说别的工作也都工作都是辛苦的嘛 但是说这个利润比较可观一点 哦 你所以最开始是你做起来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 那你好厉害啊 因为说觉得是工厂打工的话也是这样子嘛 流水线的话是比较枯燥无味 是的 你以前在工厂做过吗 对 外面比较多 这稍微进来一点点 好的 也进来过啊 我做的职业是比较多的 因为年轻年需要尝试嘛 嗯 那确实是 你的心态很好哦 那必须的 你看我老母亲有时候也偶尔在这里办 一下嘛 那嫌不住嘛 哦 那这回这个呢 哦 这我姐夫 这几位都是我姐夫 哇 这也是我姐夫 哦 就是说我暑假有空来我姐这里玩嘛 就这样子 哦 八年都已经 现在差不多 将近十年了 哦 那你现在你看现在很年轻啊 很年轻 哦 因为职业习惯我带一口口袋 也不说年轻吧 差不多都不如那个中年了 二十六了 还是小伙子 哈哈哈 你们晚上几点钟开始摆 哦 大概是六点以后吧 就陆陆处去的拿一些东西出来 是这样子 六点钟摆到几点 哦 要到凌晨正常的话 如果不是吹风下雨 大概都要两点两点八那样子吧 哇 两点八还有人来吃啊 对对对 那你们白天的时候都做什么呢 白天的时间 时间就是除了睡觉的话 就做这些准备工作啊 比如说很多青菜啊 或者肉类 需要清洗 需要购置回来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加工 穿好或者怎么样 哇 那你这白天还有时间睡觉吗 哦 是优先保证的 就是睡眠醒了之后才工作的嘛 就像我们正常就睡八个小时那样子 然后就起来了 八个小时还可以了 对对对对 现在烟好大 可能有烟有一点 这边是 是姐夫也是啊 对对对对 哦 你们这边是做什么的 哦 这边就烤生蠔啊 烤茄子 生蠔是属于海鲜 海鲜对 哦 这个我还倒 没有 属于海鲜类 没有怎么吃过 对对 那你们除了生蠔 还有烤茄子 对对 因为我们都是在一起做的嘛 都是一家的 所以你也帮忙他弄一下是吧 对 大家互相帮助一下 互相帮忙 一家人都是 都吃一下嘛 对对 那对 那你们白天的时候 呃 你这边白天是帮他一起弄吗 一般我们这个呢 谁负责哪样就做哪样 他有一边找不过来的话 也会帮忙 就去帮一下嘛 哦 你们也住在一起吗 啊 差不多都住在一起 都住得很近 哦 你们在这边是租的房子 还是买的房子 啊 现在暂时是住房子 哈哈哈 这边房子贵哦 啊 对 现在现在那房子都涨价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烤茄子啊 那上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蒜蓉 蒜泥 哦 好香哦 对 你这是自己切的还是用机器弄的 呃 这个可能是机器弄的 自己切 切那么多也切不过来 那也是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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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要烧了 这个不怕的 这个 这个又没有辣的 啊 够够够亮了呀 这个是辣椒吗 辣蒜 天哪 人吃这么辣的东西 这其实也不是很辣的 只是一点点 要辣的都放点 你们白天其实也要准备很多料 对啊 不要生蚝还有这些东西 这个要进货啊 还要回来 还要还要弄蒜啊 就忙的 我刚开始还以为你们做夜市的只是做坚持的呢 然后白天还有别的工作 嗯 除非你收工很早 12点钟前那些收工的话就有坚持 辛苦吗觉得 做哪做哪样不辛苦 就是在 在我们中国来说做哪样 劳力工都是辛苦的 那你以前是也是做生意的还是在工厂里面打工 以前是在工厂 以前在工厂也是在装商吗 对 那你在工厂打工的日子跟现在做生意的日子两个相比哪一个更好 嗯 其实感觉都差不多吧 只是这个稍微自由一点 自主一点了 嗯 可能赚的钱也比钱要好 稍微好一点了 稍微好一点了 那确实是 嗯 如果不比经常好的话 随会出来找 是不是 是的 白天熬夜的话 可能会比白天稍微辛苦一点 那你觉得熬 就是你现在做了多久做这个 做了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 每天都这么熬夜 差不多吧 哇 好辛苦哦 所以熬夜的时候不会觉得早上起来不会觉得头痛吗 不会啊 不会啊 那你可能是习惯了 对啊 身体好好 对 你们家有孩子吗 有啊 孩子在这边读书 在这里读书 对 看来你们一家都搬在这里了 差不多 以后搞起来了可以一个大家庭搞一个大事业 到时候可以在这边安静地下来 对 都是这样想 都是这样想 那那你们 在你们现在一家人这么核心 吃意这么好 肯定会的 对 好漂亮哦 这个茄子感觉 对 这个也蛮好吃的 好像吃茄子的人挺多的哦 对 因为一般烧烤很多人都喜欢吃茄子 因为茄子烤出来味道是蛮好的 哦 我以前也尝试 因为吃茄子它也不怕上火嘛 因为它不会烤得很干的嘛 茄子它会有那个汁在那里 所以都是蛮好吃的 那你们的生蚝卖的好吗 生蚝还可以吧 他们有没有说吃生蚝有什么效果啊 你说的效果是哪一种效果呢 就是对生蚝有什么好处的 经常吃那些肯定是有一点效果 如果你不是经常吃的话 肯定不会很有效果的 生蚝这个东西 你不要说生蚝 吃海鲜的话 你经常吃的话 对身体都是有点好处的 那你们这个生蚝是自己去进的货 还是有人送过来 我们自己去进的 去哪边进 在石崎那边 市区 市场是吧 市区 有海鲜市场 你们每天都要跑过去 进货也挺辛苦 对不对 那我们差不多每天的时间都是 开工吃饭睡觉 哈哈哈 有没有休息的时候 有时候肯定会休息一下 感觉累了就休息一下了 那你们会什么 就是比如说今天累了 今天我不开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都可以的 反正你想休息了就休息一下吧 是吧 那你也想多乱点钱 肯定舍不得休息 其实钱是赚不完的嘛 身体还是革命的本钱嘛 是不是 你们这心大挺好的 肯定很重要 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一下 该赚钱的时候赚钱 该想这个都想 该做就做 该休就休 该玩就玩一下 是吧 你们是广东哪里人 我们是广西的 跟广东交界的 哦 广西我知道 之前我去过桂林 哦 我们没那么远 我们还要进 我们就除了广东 就是我们那个 哦 你们讲广东话吗 对啊 我们可以讲广东话 也可以讲我们家庭话 反正很多话我们都会说 广西是不是也离那个 越南还是哪里进啊 广西那一边的话 就是靠近越南啊 缅甸那边是很近的 那你们像你们这么一大家子 过年还回去吗 一般的情况下都会回去 是你们自己一家人坐车回去 还是自己已经有车了 一般呢都是坐车回去 你们在家里面还有亲戚 还是只是回家看一下而已 家里面肯定还有亲戚嘛 这个是妈妈哦 对 妈妈在这边帮忙 对 妈妈有空了 闲不住了出来买一下 这是你 这是孩子吗 这是 这是我那个姐的孩子 哈喽 你在干嘛 我在玩 你在玩 你是说光顾啊 你以前光顾吗 你会不会帮你的 这是叫什么 我叫移障 你不帮你移障的忙吗 对啊 那你在这边上学 对 你上几年级 中一级 五年级 五年级了 学习好不好 一般吧 一般吧 我那时候挺差 我那时候很好 反正我不在前面 我也不在后面 我在中间就好了 对吧 嗯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还有其他的孩子的 其他孩子 都在家里 就去别的地方玩了 去别的地方玩了 去别的地方玩了 现在我想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吃的 我是用 我要点东西的话 是拿这个篮子 拿这个篮子 拿这个篮子 放这里 这些都怎么卖的呀 然后就具体每样的 价钱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看你喜欢吃什么了 对 好我看一下先 好可以 一般他们 就是你们客人 一般点的东西 是哪几家比较 卖的好的 我看看 如果是蔬菜 汤汁分为蔬菜跟肉类 蔬菜的话就是韭菜的话 十个顾客 应该有八个都会点韭菜 记一下吧 竟然这么火爆 对对对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美女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江西人 哦 我以为说 可能因为你那边也有商口 我以为你是外籍华人 没有没有 我是江西人 我是本土的中国人 好的好的 还有什么可以推荐一下 哦 那个是秋葵 对 冬孔比较新穿 他有的人直接生吃 就是冬孔的话 哦 是吗 试一下吧 可以 还有馒头了 照顾来看 这是 这是 豆腐 这叫 油炸豆腐 油豆腐 是的是的 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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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然后你是放一点辣 我江西人能吃辣 口味应该是说不用特别咸吧 正常的口味太咸 没问题 我们现在都会提前烤一下这个鸡腿 因为这个比较大 等一下一忙的时候就比较快一点 你现在是提前把它烤好 对对对 因为等一下一忙的话 这个东西比较大件 通用的时间需要比较久 你们这边一般几点钟的时候复客多 复客多的话 这边他们上班 像这些外面的商户上班都是十点 十点多 大概是十点 十点那样子 十点到十一点半这样子 那就是说六点钟到十点钟 这之间人不多 就是不怎么说 零零散散 零零散散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他们需要加班 因为他们工作时间 职业比较收工比较晚 像那些卖手机啊 这些店铺 他们是比较晚差班的 是十点多 难怪呢 我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们这肯定十点钟就收工了 没有 没有 做一夜宵的话 因为出来的比较晚 就摆的比较晚一点 你原来 你原来 刚刚你说 你之前也在工厂工作过 你是在中商吗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说 毕业以后出来的话是在中商 你是什么专业 然后 我是什么时候毕业是吧 什么专业的 什么专业谈不上 因为说嘛 其实说实在 我就读了高中一个学期吧 那你比我好了 我高中都没读过 哪里 那说明你比我好 因为你说你英文 说的比较好 还能做导游 现在是导游还是什么 没有 没有 现在不是导游 什么都不算 那就自由职业了 自由职业 你觉得你现在的工作 相比以前在工厂的工作 哪个比较好 就是说工厂的话就是说比较 枯燥无味 比如说就是三点一线 虽然现在也是说除了 除了工作还是说休息 但是说这个是比较有机器性一点 所谓的做生意嘛 就是说你 自己是老板 什么时候都做得好一点 然后你说你工厂的利用 每天你问说 你不是技术不干了 每个月就那么多点 你算也算得出来 是吧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因为我原来也在工厂工作过 它叫实习 叫体验生活 那你应该自学成才比较好 你说你是高专毕业是吧 我是中专毕业 那你那里是真的是比较 没有没有 你是可以用微信的啊 微信支付宝都可以 我们知道对 支付宝的话是有优惠的 因为支付宝跟微信竞争嘛 这样子吗 那我用微信支付宝好嘞 如果你用支付宝的话 就不管之前少一下红包 像昨天双十二的话 就是中国人的钱 就得到二十几块的红包都有 好了 那我那我来吃一下 你可以领一下 送印得到一个四千九的那里 你应该比较好一点 那我肯定跟你分一半 哎 必须的 都可以 那个红色那些红包都可以 对 可以 你应该比较好 你测好不测好 要大家有个车很好 今天呢 今天是双十啊 所以支付宝跟 支付宝在搞活动 如果你用支付宝 支付的话 扫一下这个 就可以领红包 啊 我的运气不怎么好 这两块七毛八 还可以 还可以 分以前领的是几毛 是吗 是吗 我还打算领个四千九百八 给你分一半的 然后你付款的同事 我们会 作为商家的话 是会夺到那个奖利器 比你那个海包的 怎么弄我怎么弄 对 然后你直接付款的时候 他会减到那个红包 你还是扫一扫 还在扫是吗 等会儿就扫了这个呀 我知道 这个是你领到那个红包 但是说 你买单的时候再付给我 这个商家 我们是作为商家 你付给我 然后我算一下你的是 目前是多少元啊 好的 你帮我算一下 然后是十一 十二块五 十二块五 十二块五说你十二块了 你还给我少五毛啊 必须的嘛 必须的啊 太客气了 然后等一下他会自动会减了 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九块钱了 对对对对 师傅宝帮我付了两块七毛八 太好了 这是油吗 对是的 需要多少就到多少 这样比较健康一点 这是什么油 这个是花生油 花生油 你们这油健康吗 我其实挺担心的 对我们在那个华英万站那里购买的 这超帅的 我们是那个长期客户 对前面有一个比较大型的 那就好 因为因为以前老有人说 一口油是吗 一口油啊 我就有点怕嘛 我不敢吃这些东西 对对对 就是说你 你不是说要炸了 炸的话是 就像你炸那个东西一样 很久才换一次油 这个是用多少 大多少 就相对来说是 这个油为健康一点了 那就好 那我就吃的放心一点 弄两个 弄两个 你在这里吃的是吧 我在这里吃 好的好的 这个中次再稍微烤一下 因为这个又累 好累 要烤轻一点点 放一点点吧 这就好 好的好的 你应该还没有结工吧 这么能结 如果算是 因为我老家是农村的嘛 如果按照农村的话 我是比较大力青年了 你算是盛南了吗 哈哈哈 盛南是 盛南是 比较那个什么的说法 像我们 开个玩笑 直接叫光棍了 他玩笑 那你们家会不会相亲啊 目前还没有 你这个条件这么好 还没有相亲吗 也不是说条件好吧 就是说看你 就是说对方的就是价值观 或者跟你的三观是否一致咯 有的部分 有的女孩子可能说比较物质 她会觉得这个虽然正全 但是等一下收了钱都嫌有的 那就不一样是吧 但是那你现在 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 那你平常有时间去谈恋爱吗 哦 说实在的 还真 没什么 没时间 你看你每天在烤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 我现在想问你采访到哪里的 采访就是给外国人学中文的 所以就是 我现在想问你采访到哪里的 我现在想问你采访到哪里的 想要在街道上来一点地道的汉语对话 哦这样子啊 对啊 你是做什么的 啊 你也是一家的啊 对 我来这里吃东西啊 你是老顾客是吗 对对对 还是骗我的 没有骗你你坚持吧好吧 哦 等会我去采访你了 我没有什么好卡卡的 我这么臭 你还没有啊 你很上进的 我先尝一下刚刚那个老板的手艺 尝完了之后我们再去采访那一位老板 错老板错老板 哈哈哈哈 他好搞笑 这个是秋葵 广东人呢 比较喜欢吃这个 嗯 我现在喉咙有点干 这样的对话是不是很难呢 没关系 去我们的网站 Mandarincorner.org 下载免费的PDF和音频文件 重点学习不懂的词汇再多听几遍音频 慢慢的这些看似难的对话也会变得简单了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 那就请给它点个赞 并与你的朋友们分享 或留言告诉我们 你对这个视频的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 并想帮助我们继续制作这类视频 那么请考虑在Patreon上支持我们 或使用PayPal进行一次性捐赠 最后请还没有订阅的人 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corn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哈喽 他哎呀 他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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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